是汉字的问题吗? 对的,对的 那第一个红色的我不认识 有可能不认识,我不知道 那其他的哈 其他的没问题 其他的没问题,好,那我告诉你 这个怎么解决呢? 红色的都是动词verb 然后中国的动词有一个特点 大部分的动词都放在中间 大部分的动词都放在中间 特别是HSK HSK4 The verb,动词 一般情况下都在中间 Chinese word 一般是从大到小 Most of time from big to small 所以你要先看到大的 比如说图书馆更大 还是中国更大 哪个更大? Which one is big? 图书馆 啊,China and 我错了,我错了 我想到你的意思是 那个,which word is longer which word has more characters 哦,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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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ch one is bigger? 中国 对,中国更大 所以我们说中国图书馆 哦,我明白了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一般Chinese word 普通一般都是 from big to small of course have from small to big but today we are just focused from big to small 所以 how verb where is the verb? verb在哪儿? 那 放在中间 对的 对,是吧 在中间 大的场所 大的东西 大的物体 都应该放在第一个 或者最前面 要比小的 那小的应该放在后面 你看一下 第一个只有四个单词哦 只有四个词 很多 贴着 画 画知道吧 嗯,画画 对,画画 画是什么呀 嗯,画是 painting 非常好 painting 这里是名词 不是那个 painting的 嗯 好,那 门上呢 门上是哪儿 门上在 门口的上 就是门 嗯,就是门上 OK 哪个大 这里面哪个最大 哪个最大 嗯 是 门 门上 对 门上 很多 门上 然后呢 很多后面要揭名词哦 很多后面要揭名词 很多的后面一定要揭名词哦 所以你再看一下 对,很多话 你刚才是不是说很多话 很多话 那动词应该放在哪里 啊,我觉得门上贴着很多话 yes 是不是 right 嗯 对的 门上贴着很多话 贴着是什么 什么什么词啊 你先告诉我 刚才说了红色的是什么词 嗯 verb 对的 verb where is the verb 是不是放在中间 要放在中间 这个门上贴着很多话 好,这个 我有这个sticker OK 这个可以贴 我现在贴在这儿 这个就是贴 贴在头上 脸上 嗯,贴在脸上 这就是贴 贴着我的脸上 贴着这个sticker OK,贴 等一会儿我们会练习这个动词 我先教你怎么解决 好,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下一个 下一个 好 房间里有两张沙发 这个是容易的 房间里有两张沙发 非常好 房间里有两张沙发 沙发 这里的动词是什么呀 有 对 放在哪儿啊 放在中间 放在中间 对,放在中间了 张是沙发的量子 对不对 一张沙发 两张沙发 三张沙发 你家有几张沙发 一张沙发 几张一张沙发 非常好 这里哪个沙发更大 还是房间更大 房间 所以房间在最前面 对吧 嗯 OK 好 下一个 下一个 一个躺着 窗上 可爱的 孩子 窗上 躺着一个 可爱的孩子 非常好 这个是躺着 或者躺着 躺着 等一下我重新 变了躺着 一个可爱的孩子 这个是这 躺着 躺着是什么意思呀 来 来当 来 那躺着是动词 对不对 对 所以它在哪个位置呀 在中间 非常好 床和孩子 which one is big 谁更大 床更大 对啊 床更大 所以床在哪里呀 床在一天面 嗯 孩子在后面 对 可爱的 嗯 可爱的 这个可爱的 这个得的后面 要接的是名字哦 可爱是什么意思 容易词是 cute 对 cute lovely 都可以 这个可爱的 一般是 它后面可以接名字 我们一般说的是 可爱的孩子 然后这个 个的量词哈 一般都是说孩子 所以呢 我们不说一个床 床的量词是 跟这个沙发是一样的 是一张床 明白吧 所以呢 我们不说一个床 我们说一张床 所以这里应该连接的就是 床上躺着一个可爱的孩子 床上躺着一个可爱的孩子 ok 好 下一题 下一题 嗯 省了 呃 冰箱 冰箱里 两个黄 黄 苹果 省了 生了 你不知道这个没关系 嗯 冰箱里 呃 生了两个 哦 冰箱里 好吧 我试试 嗯 I'm not sure but 我试试 呃 冰箱里 呃 生了 两个 黄 苹果 错了 哪里有黄苹果 还还还生了 还生了 呃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嗨上了 嗨的意思 啊 对这个这个这个 有点问题 sorry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对了 虽然你不知道汉字 但是对了 首先我们说冰箱和苹果 哪个大呀 嗯 冰箱 冰箱给它 冰箱给它 前面 那圣呢 圣是动词 对 动词 动词 left left 就是 你 圣了 你吃了东西以后 你吃了东西以后 还留下一点 比如说 这个东西 我没有吃完 我没有全部吃 我没有吃完 还有 还有 那就是圣了 圣了 嗯 没有用完 没有吃完 还留下一点 那个 我没有别 快那个 拿出来 这儿 OK 快点写 你这个学习 太差了 嗯 嗯 你说什么 我说快点写 你上课 你都不准备笔 对不起 我的问题 不好意思 行 还呢 嗯 嗯 所以在这儿呢 它是steer 还是wistle 嗯 awesome yes 所以呢 一般steer的时候 后面接的是 否定是 没啊 或者是 不啊 这样的 否定式的时候 它是 steer的意思 但是 像这个 它不是没啊 也没有不啊 是肯定式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理解为 awesome 就好了 冰箱里还剩了两个苹果 OK 你的冰箱里还剩了什么 你不想知道 继续 好 Fox的这个 Chinese 这个是拿着 我手里 银笔 很多 拿着 我手里拿着 很多银笔 嗯 非常好 我手里拿着 很多银笔 不知道 对了 这里的动词是什么 拿着 拿着是什么 hold hold yes 哪个更大 手更大 还是铅笔更大 有 有很多 那个意思 啊 先说hold吧 嗯 一般都是hold 嗯 铅笔更大 还是 手更大 嗯 手 对啊 所以手要放在前面 对不对 然后铅笔要放在后面 很多要放在名词的前面 嗯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个point是什么 嗯 如果你在考试的时候 HSK4 你肯定有不认识的汉字 对不对 不可能所有的汉字你都懂 所以你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大部分是这样子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verb放中间 然后你看 然后你看 你看得懂名词嘛 哎呀铅笔 那手肯定更大呀 铅笔更小呀 那就把铅笔放在后面啊 很多一般都放在名词前面啊 这个 很多这个语法 你肯定是懂的 然后呢 你就只要知道 一两个单词 基本上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嗯 好 这个就是HSK4的一个point 先 说明